过去一年,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,中国外交在斗争与合作当中勇意前行,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 今年两会,中国外交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。 新的一年,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如何继续推进? 系列报道,聚焦两会看中国答卷,我们一起来听听代表委员们如何评价中国外交。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,过去一年,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,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,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,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,推进国际抗议合作,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。 就是我们要推动全球发展,迈向一个平衡协调包容的新阶段。 那么这里边也体现出了像发展为先,人民为中心,普惠包容,这些中国式的这个新理念。 所以这个全球发展创意的实际上也是想体现的这样一个精神,就是这个发展是大家的事情,大家可以通过合作来推动共同的发展。 只有大家都发展了,世界的发展才可以持续,这个世界才可以更加太平。 近年来,在国际多边舞台上,美国和一些国家热衷于传播西方价值观,挑起意识形态争论,各种力量之间开展了多场碰撞。 对此,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。 我觉得第一,我们需要稳住阵脚,不跟对方去起舞。 第二,就是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,继续淡化意识形态,依据事实的是非曲直来处理。 第三,就是坚持原则,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斗争。 因为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了,那么中国必须得反击。 第四,就是还是需要讲究斗争的艺术。 5号,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,就当前热点的乌克兰问题交换意见,强调中方将继续为和平发声,为和平尽力。 代表委员表示,站在和平正义一边,是中国面对此类国际事件的一贯立场。 我们外交政策持一个独立自主的立场,说我们是根据这个有关问题或者争端的它本身的是非曲直,做出我们的判断。 我们是这个站在国际公理,国际正义这一边的,我们是这个要维护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,国际化为基础的国际秩序。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,全球发展的贡献者,国际秩序的维护者。 在两会上,中国对外发出积极信号,表示愿意同国际社会一道,为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,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 总台阳市记者北京报道。